热死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现实 甚至热死人会成为人类灭绝的原因 你感觉到了吗 这两年的夏天一天比一天热 今年更是人间烤炉 6月13日以来高温天气就呈现 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 极端性强 影响大等特点 到今天高温事件已经持续32天 覆盖国土面积达502.1万平方公里 影响人口超过9亿人 杭州 河北 四川 南北多个城市 气温直逼40度 且至少有浙江 四川 福建 江苏 河南 五省 出现了热射病例 至少两人因热射病死亡 热死了 而这样的异常高温不只是在中国 世界多地都在遭受近20年以来最强热浪 近千人都因为极端高温天气死亡 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 在3月和4月遭遇历史最高温 尤其印度最高气温达到了近50摄氏度 欧美6月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 较往年同期高出了至少10摄氏度 这还是在2021年6月 是美国127年以来最热的一个月情况下发生的 要知道去年的7月11日 加州东南部的死骨最高温标志54摄氏度 拉斯维加斯达的当地最高温度记录47度 更夸张的是阿拉伯一些地区的气温 已经突破了70度 车停在户外都被融化了 今年美国超2.4亿人处于高温报警之下 而加拿大科威特气温超过了74摄氏度 红绿灯都晒化了 法国14个省份挂起了高温红色警报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直言 他们正在经历至少100年以来最热的夏天 地球怎么了呢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第6次评估报告之说 最近50年 全球变暖正以过去2000年以来 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特特别强调 这是全人类的红色警报 为啥呀 全球变暖使极端热浪发生概率大大增加了30倍 世界性的热浪将越来越频繁和剧烈 影响面也将愈发广泛 如果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有科学家预测 50年后地球变烤箱 热死人或许就成为了人类灭绝的原因 所以好好爱这颗地球吧